欢迎大家回到 980问台财经启船 好请问现场 我是陈凤馨 在我们现场的是 康河头股总经理黄奕婷 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一周美股瞭望 不过我们还是先了解一下 台北股市昨天呢 不管是在集中市场 或OTC都是下跌的 集中市场的部分呢 继续下跌了151店 收盘指数18227店 跌幅0.82% 成交金额2556亿元 OTC的部分呢 下跌了1.75点 收盘指数222.04店 跌幅0.78% 成交金额600.95亿元 好那这边就要继续请教一下 康河头股总经理黄奕婷 其实台北股市的弱势 反映的当然就是 美股的连续两个交易日 尤其是科技股的大跌 那达斯达克其实以高点滑落来看 其实已经跌幅超过10% 就进入了修正 那这个费城半导体 还算相对强 但是今年以来也跌了8%了 这科技股真的是重灾区 如何看待 其实就最近 这一周以来的一个行情来看的话 很明显就是一个杀估值的行情 就是伴随着市场对于连续会加速升息 或是甚至提早缩表的一个预期心理越来越重 就让不管就殖利率的攀升 其实关心10年期关在殖利率之外 其实同时应该也要关心相对比较短天期 例如像两年期的关在殖利率 那像昨天来说的话 10年期关在殖利率冲高之后有稍微压回 但两年期关在殖利率还在继续的往上挺进 然后已经是站在一个百分点之上 那一个百分点之上 基本上就是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的首度 就是两天前首度站上一个百分点 那显示说市场对于连续会的紧缩预期 是非常的强烈 那在这种预期心理之下的话 就让市场去很快速的调整或是砍杀 他们认为过贵的一些标的物 那当然这种崩位之下的话 就会也牵连了其他的类股族群 除了科技股之外 那我们最近也看到一些传产 或是一些循环性的股票也跟着下跌 当然跌幅没有这么重 但整体来看的话 短线上就是一个相对杀股指的心态 非常的主导盘势造成的这一波的下跌 那就科技股而言的话的确跌得很重 可是科技股的前景真的有这么差吗 其实也是一个大灾问 那至少就昨天ESMO ESMO公布的一个财报来看的话 其实它暗示的或是甚至明示的 就是半导体行业继续扩长的需求还是非常强 特别是在高阶制程的部分 那他们本身的一个产能也没有受到大火的影响 应该还是能够继续的供货 如期供货 那整体看起来的话 好的一些科技公司在这一波下跌 还是某种程度上有被挫揽 因为他们毕竟营运的展望 获利的能力 在接下来下个礼拜开始公布的材料应该能够展现出来 但短线上就变成一个市场抛售的重点 就整个架构来看的话 这一波除了科技股跌得很深之外 事实上小型股更弱 小型股如果看罗素2000的话 年初迄今跌了12个百分点 罗素2000的成长股的话跌得更重 所以显现出来就市场目前来看 就是对于这种过去涨的太高的标的舞 呈现一个很明显修理的状况 那相对起来的话 有一些投资的主题 老实讲是相对抗跌 例如像是高股息的类股 或是说有一种ETF是投高股息低波动的类股住 其实它目前的一个价格还在历史相对的高点 甚至在本波开始下沙的时候 一度还接近历史新高 那其实代表的是说 投资人在转换他的一个投资风格 那目前看起来的话 至少就基本面而言 其实看起来还是相对是比较稳健 不过市场短期就是担心连人会变得更 太过的激进 太过激进可能会伤害到长期的一个美国经济成长 那同时呢就是利率的快速攀升也让 这种高本益比的公司或是股价太贵公司 出现一个抛售潮 短线上看起来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杀估值的现象造成 目前看起来很快速的下沙 特别在科技股或是小型股之上 好所以刚刚提到的像小型股 尤其是他有一个罗素3000成长股 罗素3000成长这个指数呢 今年以来跌幅其实已经超过9个百分点 所以高点来看的话 其实跌幅已经超过10个百分点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最弱势的就是 罗素3000成长 还有纳斯达克 都是从高点以来跌幅超过10个百分点 这里面其实估值修正 很明显的是压力非常的大 那我们接下来其实当然要观察的就是 联准会实际上面的 他的货币政策态度会是如何 因为现在市场已经觉得 联准会会非常鹰派了 升息三次 不够要升息四次 升息四次不够 三月份升息可能一口气升息两码 这种几率到底有多高 其实就目前来看的话 这种预计心理是越来越强烈 那就结果论而言 或是可能的结果论而言的话 目前如果联准会的动作 非常非常的激进的话 例如说今年可能四次升息 甚至四次以上 第一次升息假设真的是50点的话 那对于市场的信心冲击 会是非常非常的明显 那另外一方面的话 其实我更担心的 你们觉得几率到底有多高 老实讲我目前的判断 我认为第一次就升息50点的可能性 老实讲是偏低的 就是升息两码 升息两码的可能性 你觉得几率是低的 几率是低 但有没有三月份就要第一次升息呢 就目前联准会官员的谈话来看的话 可能性是在凡升当中 那因为联准会毕竟是一个共识学的一个组织嘛 就是立宇学的会议是共识学 那越来越来越多年联准会官员不排除支持三月份就升息的话 那他成真的可能性就很高 可是有没有必要这么强烈的去升息两码 其实是蛮值得商榷的 特别是说 未来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动能 其实很明显今年的上半年应该就建议到一个相对的顶点 然后就开始顿化 那假设他又采取这么积极的一个作为的话 那也许一年之后我们看到的就不是升息 可能大家讨论是什么时候开始降息 那所以我相信联准会他在做货币政策调整的时候 还是会去做相当的衡量 那不过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市场超前部署 某种程度上的超前部署是担忧的氛围非常的浓厚 那所以会有更激进的一个看法出现 那接下来这一些货币政策会如何的影响市场 因为现在市场是用预期来影响自己 那接下来其实有没有就是官方实际上面的态度 可以让我们来观察 目前来看的话 联准会官员在最近的谈话 其实是可以去值得去推敲 第二个来说的话就是过年期间 过年前过年前就是下个礼拜三联准会就会发布 就会有最新的一个地域决定会议的结论 那这一次当然出现动作的可能性极低 但是还是可以从中去去探寻 也准会关于我们对于 经济的展望 对于货币政策 对于通膨的展望的一些看法 那假设从 其实一年前就跟大家提醒过 就是通膨预期指标 当时是开始攀升 那但最近来看的话 其实通膨预期指标 不管就五年期的通膨预期指标 或十年期的预期指标 都有建高点开始往下的一个趋势 但它还是稳定的在2.7 2.8的水准 但相较于先前在3以上 事实上它已经有下来 也就是说 就通膨预期指标来看的话 也许今年有机会看到的是通膨建高点 甚至上半年就有机会看到通膨建高点 然后往下 那假设如果是如此的话 联准会是不是有必要做这么激进 就是今年升四次甚至更高 或是第一次就升50点 其实我觉得几率是偏低的 但它一定会做呼吁政策调整 或者是去控制通膨的动作 一定会出现 好 所以这样子说起来的话 议庭就是建议大家 其实与其去看联准会怎么说 市场怎么预测 倒不如有一些领先指标先来观察 所以这一个通货膨胀预期指标 它的未来三年多少 未来五年多少 这一个数字值的观察 它什么时候能够降到2%以下 大概就会是市场觉得安心的时刻了 那不过接下来我们其实就要来看到 现在是财报季 财报季有哪一些因素 又影响市场的信心 其实在财报季的 跟大家报告财报季之前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蛮有趣的调查 就是每铃每银的今年调查 那这次调查期间是1月7号到1月13号 其实离现在也不远 市场也开始出现震荡了 当时做的调查结果呢 很微妙 就是明明市场是担心 市场最担心的事情是各国央行非常的银派 其实不包含联准会 不只是联准会 其实也看其他央行的动态 他们认为说 如果全球央行都采取相当银派的作为的话 对于市场是最大的风险 但是呢 在此同时呢 这些经理人并没有减码股市 而是相对净加码股市 相对净加码股市达到55百分点 但是相对净减码债市呢 是77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 因应他们对于货币政策的担忧 货币政策可能的转向 或者变加鹰派的央行 其实他们选择的是继续拥抱股票 然后去抛售债券 第二个来说的话 他们认为经济重新启动 带来正面效应 可以抵消升息 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所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这个部分的判断 对于未来的走势 其实很重要 欢迎大家回到 98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 节目现场 我是陈凤鑫 在我们现场的是 康河投顾总经理黄亦廷 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好 所以亦廷刚刚提到了 就是市场到底 对于未来货币紧缩之后 它的信心是如何的在摆动当中 那么我们看到股市当中修正的幅度 非常的大 可是我们纯粹就每银每银 他所做的每一个月的基金经理人的调查 这里面看到拥有大笔资金部位的基金经理人 如何看未来股市 那么他们很担心各国央行变成超级阴 那么但是他们在动作上面来看的话 是增加股市的持股 但是减少债券市场的持有 所以减债是很明显的 而且是很激烈的 但是增加股市的持股这件事情 是很明显的趋势 那这样子的话市场的信心要如何解读呢 其实重点当然他们是在增持股市没有错 但他们到底加码哪些 其实这也是值得大家去推销玩味的 那就经理人调查的结果来说 相对进加码最多的是银行类股 那其次是医药相关的类股 然后工业类股 然后原物料 能源 那进加码最多的是银行股的话 是加码的相对进加码41个百分点 其实非常大的一个进加码幅度 那相对比较低配 或者相对比较减码的 减码最多的是公用事业 因为公用事业长期来说 跟利率的敏感度是很明显的不相关 当利率走生的时候 一般而言公用事业表现会相对走差 所以很容易理解 所以公用事业它的获利是很稳定的 当你的利率变高的时候 它的获利就不吸引人了 那其次是核心消费品 其实核心消费品的概念 某种程度上也跟公用事业很类似 就是说它不太受经济循环的波动 但是它的获利成长率相对低 所以是稳定获利 稳定现金流的概念 但是在利率走生的时候 它的吸引率就会下降 那第三个相对被加码最低的是IT 就是咨询产业只有一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在杀估值的过程当中的话 的确我们也看到即使是大的机构法人 他们也是相对对于科技股的展望 看得比较保守 那这目前来看的话 也反映的盘势就是科技股 相对起来是最疲惑的状态 所以大方向而言的话 至少经济人并没有看坏后市 或是就他们的行为而言并没有看坏后市 还是继续的相对加码股市 某种程度上也是好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 这样子它是减持公用事业 核心消费品以及IT产业 那它还是加码 它加码哪些呢 加码的银行 加码的医药 加码的工业 加码的原物料 这些相对比较偏循环的股票 或者是能源 其实这跟过去至少两个月的时间 一直跟大家去做阐述的 就是接下来或是现阶段已经在发生的 就是资金的移动 是很明显的 其实那大方向来看的话 老实讲这一经理人 跟我们跟各位报告的 其实方向是还蛮一致的 就是资金会从成长股 从科技股退出 然后去转进一些循环性股票 或者是相对低估值 或者是低本益比的公司 目前看起来的话 这样的一个态势 是至少就机构法人的角度来看的话 是很明治 那短线上来看的话 最近的震荡比较大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因素是 散户好像突然消失了 那这从上周五的一个AIA的survey 就是美国散户投资人协会的调查来看的话 看多美股 未来六个月美股的散户投资人 剩下24.9个百分点 那这是去年8月25号以来 最低的水准 那看空美股的散户投资人 来到了38.3 那过去这段时间 最高的是去年12月1号是42.4 那但看多的散户投资人 目前看起来的话是变得比较少 也就是说散户在经历了 这一次的波动之后 这一次的修正之后 其实它对于短线上的一个美股行情 看的是非常的保留 那各位也知道就是在疫情之后 特别是过去这一年 其实散户扮演了左右大盘 至少是短线大盘行情 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如果他们退场了 或是他们采取更观望的态度的话 就会让盘势变得比较混乱 甚至是呈现短期偏空的状况 但搭配大型的投资人 或是大型的机构法人 目前看起来的话 还是偏向倾向于加码股市的话 那我们认为说当跌到 相对比较低的价格的时候 其实这些机构法人 还是有机会重新进场去布局 特别是现在是1月份 对他们来说的话 是重新建构投资布局的一个时机点 或是时间点 所以短期当然砂盘会比较重 但是相对到比较 相对低档的时候 应该还是会看到 比较大量的资金流露 这样听起来的话呢 看起来现在的波动 是来自于散户的信心丧失 是 这个部分影响应该会很大 因为在过去这两年 其实美国股市当中有一个特色 就是机构的影响力不如散户 所以有各式各样的民营股 然后都看到说 嘎到这一些机构投资人 反而认输了 那现在这个机构 仍旧相对看多 但是散户投资人 已经开始偏空了 那后续的影响就要特别注意 尤其是小型股 因为散户热爱小型股 对小型股的收藏影响 可能会更加的严重 是 那就短线上看起来的话 当然小型股 会是一个 可能需要真的避开的一个标的物 除此之外的话 就是一些 有成长长期愿景 但是没有获利能力的公司 其实这类型的公司 最近的表现是 更加的疲弱 所以 还是重申了 就是 目前看起来 整个大盘转空的 空头的意思是说 进入跌了两层以下 目前的可能性还是相对比较低 但短线上看起来压力比较大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如果真的是要去 逢低去布局的话 可能投资人要用不一样的思维去思考 就是不太能够像过去这样 只要跌 那我就是找最 波动性最大的 或者说跌最深的标的物去 必须摆脱过去两年的惯性 对 那你可能是要 思考的是折优布局 折优所谓的优 除了是运营展望好之外 它也要有 已经实现互利能力的 财报来支撑 这些公司 在未来的一个反弹 应该会是 投资人 相对起来比较青睐的标的物 那假设只有一个梦想 而没有互利能力的话 老实讲 其实 即使是跌得非常非常低 因为 在那斯达克当中 已经有三分之一的股票是腰斩 看起来真的是很低的 但是 如果是真的要去超这些股票的话 其实如果它没有基本面支撑 未来还是有机会 再度被投资人 遗弃或是被抛售 所以短线上看起来 如果真的要进场的话 折优布局会是一个关键 好 这个优呢 就要很清楚的告诉大家 第一个是小不如大 对不对 因为小型股的话 散户如果退却的话 要小心注意 所以大型的 然后呢 这个成长不如稳健 所以呢 这一些比较有稳健型的 这一些价值股 可能是优先 然后第三个呢 是必须要有长期获利 而且获利还有成长稳定 不是说获利就是固定的 因为获利如果是固定的 像公用事业 然后像这一些核心消费 又是被抛售的 它必须还有成长 能够抗通膨 对抗通膨的能力的 这一些类股 所以这优是这三种优 那本孟比的公司 就跟他sayonara了 所以拜拜这样子 因为恐怕未来 这一部分的修正幅度 会非常的大 持股比例你会建议多少 持股比例来说的话 那我目前会建议 至少留50%的现金 至少 所以呢 有一定的程度的现金 在手上 你就比较不担心 它的大幅度的震荡 是 好 非常谢谢黄一婷 也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谢谢大家的观众 谢谢大家的观众 感谢观看